2010年2月6日,农地的小年,也是这座小宅院主人的生日。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新年,也为纪念过去的主人,院里挂了灯笼,门上贴了几脸。 院子的主人是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平银作家,塑造了无数年,60年前,他在这里安了家,他住了16年。 这里的门永远不关,高官名人来来往往,贩复走,串门六米。 有一天,他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 他留下了一生的著作,一个巷子,一部茶馆,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。 你看这个法子怎么样,我看未必行得了,他自己可说是能行。 当年著名的林格峰语言中心,灌制的这张中文教学长篇,留住了老舍年轻的声音,亲切,为外。 那是1924年,25岁的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。 老舍是满族八旗后代,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非常富有语言天赋的一个民族。 入关三百年,除了曹雪芹,文康等多位文学大师,留下了《红楼梦》,儿女《英雄传》等不朽的巨著。 同为满族,老舍可没想过自己会去写小说。 不料,未学外语,他从河马史诗《古希腊的卑戏剧》到《淡丁·迪更斯·莫博桑》一路读来,贯通了西方文学的脉络。 老舍说,在一个不短的时期,我成了一个淡丁迷,读了神曲,我明白了何为伟大的文艺。 还让的阅读,让漂泊海外的老舍获得了文学的快乐,得到了一种力量。 尽管有文学陪伴,但时间久了还是寂寞,老舍想家了。 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,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,而呆呆地溢及自己的过去。 小说中是些图画,也是些图画。 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? 1925年,老舍自己写小说了。 他租写长篇小说的时候,随手买了几个人家拿来记账的一个小册子, 小笔记本就往上写长篇小说。 老舍说,我没有想到我要当一个大作家,我只是... 老舍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一个长篇,老张的哲学。 老张,老北京的一个把钱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小人物。 老张的哲学,就是什么都是为了钱。 他有条规定,学生的一切用品、点心,都必须在他的商店里购买,以增加学生爱笑之心。 他打骂学童成习惯,但没要出手的时候,还暗自算账。 大气,费力气就要多吃饭,就要费钱,费钱就要破坏他的哲学。 小说行为幽默,讽刺随性而走,似乎也应来的说法。 小说写成了,老舍随手塞进油桶寄给朋友。 朋友转给了鲁迅和郑震斗的鲁迅,已不再写小说。 他开始用欲为匕首和头枪的杂文,做鲁迅式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。 老张的哲学,发表在1926年的小说月报,署名老舍,叫书庆春。 老舍的舍,取得他姓氏的一半。 老舍说,书字拆开来就是舍鱼,意思是无我,没有我,把自己全贡献出来。 老舍将舍鱼作为自己的字,并依此明智,说,我不会其另外一步,我致死守着这个舍字。 他果真叫了一生的老舍。 紧接着,老舍的第二部长篇小说,赵紫约写好了,又是随手扔进油桶,也还是在小说月报上连载。 赵紫约描绘的,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大学校园里的群像。 赵紫约门,在行动上,除了吃喝打牌唱戏,喜红罢课,追新式女朋友之外,没有别的。 大学里这些教授啊,作为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职业,为百姓,为国家牟利的一个职业,而是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,先当了教授以后啊,再去想办法谋个一官半职啊等等。 老舍写道,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,军阀与学生。 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,专气负平民,见着谁也挥三皮带。 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,见着谁也给一手仗。 学生以打校长教员,表达起这两大势力并驾齐驱,很让老百姓增长了见识。 最后小说里面写,学生把老师捆绑起来,把校长捆绑起来,把老师活活地解剖。 他也更多地去思考,我们中华这个古老的国家,人们究竟精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。 这样一种精神世界,把它放在文化的显微镜底下来看。 老师的幽默与讽刺,被称为快乐主义文学观,不料遭遇了国内新文学主流的批评, 老师不以为然,有的人天生不懂幽默,有的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,痛恨幽默,一个人一个脾气,无需再说什么。 1928年,老师写他的第三部小说《二马》,描述因贫穷落后,中国人如何被人瞧不起,面对侮辱,陷。 二马承接了前两部相同的思想了。 老师说,民族要是老了,人人生下来都是出窝老,生下来便眼花耳朽。 一个国家要是有正窝老,这个国家便越来越拉也踏不动,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。 老手哀叹,中国世界的科学家,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才都没有,到了该睁眼和挺,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。 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老大穷着,我们这个民族啊,整个的要重新做起,我觉得他的全闯就从头开始。 英国打工五年,三十岁不到,从未写过小说的老舍,竟写成了三部唱片,并形成了通俗幽默的风格。 小说很好卖,读他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老舍他讽刺的锋芒是一种指向中国的国民性的弱点。 怯懦,不负责任,老舍最常用的一个词叫复言,就是复言,什么事情都复复掩掩的,不认真。 老舍说,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,是人类社会的自觉,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录。 老舍因快乐而写作,但写出的却是一片灰色。 他刻画了这个民族性格中的种种丑陋,以感知民族文化基因。 老舍用自己的作品捧出了一颗年轻的心,抛写着一个老大帝国的魂灵,期盼着民族性格的健康。 其中确实是有你有我,有我们大家在里面。 那么小人物的各种各样的,不但是悲欢,而且有各种小小的弱点和缺点,这些我们也都有,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看到我们自己。 老舍回国了,回国的轮船上,老舍又写小说。 在伦敦有一对中国男女,穷男人救了富家女,跟着是恋爱。 男的是真落于情海中,女的只拿爱作为一种应酬于暴打,结果就把男的毁了。 小说写到四万字,却因路费不够,老舍只能,剩下的新加坡如同烤炉。 老舍就像拿着介绍他作品的小说月报,谋得了华侨者。 但热暑难当,没有几天,他自述。 我发烧,身上起了小红点,平日我是很勇敢的,一病可就有点怕死,把笑意请来了,告诉我离死还很远。 既然离死很远,死也就不怕了,于是依旧勇敢起来。 病好了,老舍却把写了一半的小说扔。 目睹飘阳过海的华人,为建设自己的新家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 相比之下,小说的儿女情长小了,他要写几百年来光缴到南洋的真正好汉。 他看到那儿的人怎么样用自己的努力开辟了这样一块地方。 他非常佩服这样的精神,他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发扬开心。 老舍说,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,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,中国人不怕死,因为他想着怎样应对环境,怎样活着。 教着汉语,老舍打了半年功,筹足了盘缠,于1930年回到国内。 老舍没有读过大学,只能将隔北京到山东齐鲁大学谋了教职。 老舍在欧风美语中以幽默和讽刺揭示人性,便打丑陋,创作了他英伦三部曲。 但回国后,离人世间的悲惨劲了,竟触发老舍在这一期间写了小说《大明湖》。 以五三残案为背景,写一对贫困的母女,她们被生活逼迫,没办法沦落风险,写她们的苦境,背后是国家的命运,国家民族的威望。 母女的苦境,老舍写得很用心,但幽默不讲,笔下是家国的命运,民族生死村王的危机。 1931年的夏天,老舍将商务印书馆,但就在小说月报发牌的时候,一二八三部抗战爆发。 日本人炸毁了商务。 包括老舍这部,已经抬了板都毁了,这老舍自己《大明湖》没有留下一个字,非常痛心。 三年后,老舍重写《大明湖》,但最终只写出了片段,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牙和黑白礼。 月牙后来被改编成电影,有更多的人看到了清冷而沉重的月牙。 二十四年前,思琴高娃出演影片的主角,今天,回望月牙,她依然泪流满面。 因为老舍本身,她那种厚重,她那种沉甸甸,我相信她的作品,每一部作品可以说,她是滴之泪,滴之血,去写出来的。 月牙讲述了民国年间,一位母亲在两次丧夫后,沦为暗昌。 女儿拼命想摆脱母亲的命运。 妈,对不起。 你就饶了吗,这回? 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,卖了一辈子肉,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头发与抽皱的黑皮,这就是生命。 她们除了自己善良,朴实的心之外,一无所有。 就像月牙姑娘,在世界上只有一片月牙使她的朋友一样,可是,社会偏偏不让这颗心跳动下去。 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,那语言非常美,非常精美,人物的性格清冷。 体面,道德,是有钱人说给别人听的,对我们,肚子饿,才是最大的真理。 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,钱比人更厉害一些,人若是瘦,钱就是瘦的胆子。 她养着我的时候,她得那样,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。 女儿也走上了母亲的路,她从男人身上拼命敲地给已经沦为乞丐的母亲送去。 老舍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一个封臣女子,在沦落封臣之前的这样一种道义伦理的一种垂死式的挣扎。 这个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心灵的震颤。 在老舍的底下,那些小人物只有社会地位的底下,没有人格上的小。 老舍后来借用月牙这个意象,透露自己的心迹。 那是带着点寒气的一勾浅金,那一点点光,那一点寒气比什么都凉,都清凉,相宽似的。 生与忧患的老舍,一生都在用悲悯和同情刻画着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婚礼。 对月牙这种特殊感受,似乎就是老舍,和着活泼的语言。 1931年,中国东三省沦陷。 1932年,爆发128松湖抗战。 老舍写了一部预言体小说,这就是《猫城记》。 一个飞行员到了火星,飞机坏了,不得已在火星上住下来。 他看到火星上有一种猫人,被矮人国入侵。 面对入侵,猫国仍不放弃内部的自杀,即使被敌人团团包围住的时候,还在那儿争执不休。 他是说500多年以前,从外国进了一批迷野,就实际是影射鸦片。 400年,国家正一个国药,国业,所以全国可以公开合法地来吃这个东西。 所以越吃这个猫民,猫国的国民们越迷糊,所以懵懵懂懂的。 国民兴越来越糟糕,出现了很多丑陋的现象。 在猫国,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,因为他们承袭的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臣府规法。 学校教育形同虚设,学生入小学之日,就是领得大学毕业证书之时。 猫国成为火星上毕业生数目最多的国家。 自私而丧尽人格,构成了猫人们的精神面貌。 一粒沙大的一点便宜,都足以使他们用权力去杀。 最后猫国打的就剩两个人了,两个人抓到丘龙里游街。 在游街的过程中,猫国就是两个猫种,就在丘龙里面,两个人还是自相残杀。 所以精疲力竭最后,两个人都死去了。 所以猫国也灭亡了,猫人呢,猫民呢,也亡种了。 猫国亡了,亡于外敌入侵,也亡于自身文化的溃烂。 猫人绝了,绝于侵略者的杀戮,更绝于极端自私的猫人间的自相残害。 老舍希望中国人通过猫国的悲剧警醒起来,在生活中振作起来,改革。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,老舍已从事写作十年,长篇小说就写了七部。 但老舍从来不跟文坛发生关系,他是独立的,无党无门无派。 他安然地在山东,在文坛的边缘,写自己的东西。 但老舍可能是这一代作家中内心最痛苦的。 他出生满族,八旗的后代。 他生长的年代,一方面是老大中国国将不国, 另一方面,改良被革命取代,驱出大陆,恢复中华。 当年,庚子之乱,父亲与洋人作战死在皇城跟下。 如今,老舍既看到了民族威王愈加深重,又忧心于文化的混音。 《断魂枪》是老舍在山东教书时写的一篇很短的小说。 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,失去了国土、自由与权力。 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,枪口还热着。 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秘全不灵外,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。 1936年的夏天,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,做了专业作家。 主训此事,没多久,骆驼翔子吻事。